王一川曾经就因为造谣大陆高铁没有靠背 被网友嘲讽是靠背哥 现在呢他竟然当上了民进党政策会的执行长 协助赖清德研究问题对策的工作 王一川这样的人为何会被赖清德重用呢 我认为王一川会受到赖清德的重用 和赖清德的两个个性有关 第一个个性的就是他本身是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所以赖清德他一向的就是喜欢 在这个两岸的路线上表现出极端台独 甚至呢认为说以此呢能够帮助他巩固 在绿营当中的声望和地位 甚至呢还可以帮助他的表现的比蔡英文更加的激进 那么王一川正好合了赖清德在这一方面的口味 那么另外一个个性呢就是赖清德也是不服输的个性 所以呢我们知道赖清德明明他的支持度呢 是在四成以下 在台湾来讲啊包括呢在立法机构民进党也是沦为少数了 所以啊他是个非常弱势的领导 但是呢越是弱势赖清德越甚至要表现出 你看呢他在就任前呢就已经下达了命令 要求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们呢 个个都要反手为攻 所以呢他需要一个打手替他呢来打击一起 那么王一川正好呢符合既是台独又够不要脸 Socac 再次